今年我已经二十八岁,大师毕业四五年了,我从最初的那个傻也不懂的小伙子,现在已经能够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生存了,但是我却活得特别的累,这份累不仅仅来自身体上,心灵上的那种累更是不断的摧残着我的身心。 今天,我是一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农村娃,家庭背景不好,所以从小我就比别人更加的努力,因为我知道我的这辈子只能靠自己,我未来的生活也只能靠自己,这些年我也正是靠着自己的努力,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这个地步,从一个农村娃,成长到在一个三线城市有房有车,虽然都是贷款买到, 但是相对于很多同龄人来说,凭借自己的努力,在这个年纪的达到这种成就的已经算是不错了,但是,就是我这个在很多人引力条件还不错的男人,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女朋友,更别提什么娶妻生子了,而在农村老家,像我这种情况那真的是很少,正常我们便不上学第一班,还没有到结婚年纪, 家里就已经筹划好了婚礼,就等着年纪移到领证就行了,即便那些上学的,在二十四五岁也差不多都该结婚了,只有我,今年都二十八岁了,至今还单身一人, 其实我长得并不丑,我也没有心理上的毛病,相反这么多年独自的奋斗,独自的前行,让我更加渴望爱情,更加渴望能够有一个女人,能在我身边陪伴我前行, 大学刚毕业那会,因为工作还不稳定,每个月薪资才仅仅三千多,那时候才仅仅只能够自己勉强在这个城市生存,哪里还敢想谈什么女朋友,那时候,别说自己心思没有放在情感上, 就算是有这方面的心思,自己也有些有心无力,工作两年后,自己的工作也基本稳定下来了,每个月工资加上自己的一些副业,也能有一万左右的收入, 当然,这本次还不错的收入,是建立在白天黑夜,不断灰洒汗水的结果,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了一定的收入基础,也渐渐的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, 但是感情这种事真的很奇妙,你越是刻意的寻找,它反而离你越远,那时候自己还是特别渴望谈一场真实的恋爱,找一个能够相伴到老的女人, 然而这种女人,又怎么能是这么容易找得到呢?我苦苦寻找了两三年,也没能等到那个梦中才能出现的女人,反而等来的却是父母无尽的指责和不理解, 慢慢的我也开始放弃这些不太现实的想法,对自己的另一半的选择,也开始从最开始的爱变成了合适。 随着我的退让,始至而来的是无尽的相亲,从今年年初到现在,前前后后我一共相亲了不下十个女人,在接触的这些女人中,不但没有能解决我的人生大事, 反而让我更加厌恶这种完全不平等的交换。 在相亲的过程中,女人永远占有一定的主动权,她们总能有自己自恶的良好感觉, 哪怕是那些自身条件很一般,或者说很丑的女人,也能大放学词的腰房腰车。 我这个人很务实,性格也比较绝,我能接受对方条件不如我,我也能接受对方有一些小性格,我同样也能接受对方容貌上的一些小缺陷,但是却接受不了那种把自己的付出,把自己的努力,都看成理所应当的女人。 如果你自身的条件确实很好,那我无话可说,但是为什么你月薪两千费要抢求我有房有车,月薪过外,就因为你是女的。 我承认我这个人算不上多成功,但是我也有自己的坚持,为了自己的爱情,为了自己的婚姻,哪怕再多了压力,我也愿意去承受,即便我将承受很多伦理上和传统上的压力, 但是我也心甘情愿,因为我真的不想也不愿意把我的后半生交给一个思想已经扭曲的人,一个认不清自己的人,那样,我相信我的余生不会快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